大家都知道誰贏 但不大家都知道如何 這是一套令你欲罷不能的文氣 一套揭露脫歐派為何在原本由社會上佔絕對劣勢的聲音 短短二百日之間後來居上 在一個公平公正的公投選舉中 名正言順地贏了留歐派 改寫了國際歷史 當中的幕後推手 正是由男神Benetokumberbatch飾演的軍師Dominic Cummings 戲中他的半禿頭造型都掩蓋不住他的風采 其實他的真人是這樣的 究竟他是如何打贏這場舉世觸目的選戰 現在用一句話來高度總結 就是這個天才利用了不用腦的人的恐懼和貪婪 全套劇只有94分鐘 比不少動畫和紀錄片更短 緊湊到極的劇情容不下半句廢話 或者半段攝時間的劇情 Cummings在選戰的一開始 他已經明確指出這場選戰的必爭之地 就是一群連什麼是脫勾的人都未知的人 甚至是一群從未投過票的人 即是手投足 換言之 假如說以香港術語來說 就是一群我妥厭政治的對政治冷感的人 他親自下去酒吧 一邊摸杯底 一邊捉著球 一邊摸清楚這群英國最底層的市民 對於歐盟的恐懼 是他們是最底層 但他們都有投票權 這個他明白就是 與其費盡敢牛耳虎之力 改變一群有既定立場 兼且對自己的信念有根有據的人 倒不如用最有效、方便、快捷的方法 就是向這群漁民埋首 好 問題來了 這個道理誰人都明白 但為何過往從來沒試過有人 成功開發這片土地呢? 因為他們都錯了個重點 以往宣傳全部都是留於大道理、政治、氣候、宏觀、微觀的機制 用高深摩測的理論 言辭甚麽高談富論在電視上辯論著一些需要一定知識水平才能理解到的議題 換言之 這些策略根本吸引不到一群文字未開的人 沒錯 即使是這個發明了議會制首創君主立憲被譽為在現代民主發源地的國家 都依然有一批數量恐怖的無腦之人 他們仍然逆逆人生唯一關心的東西就是找食、找和食 即使用地道一點的形容詞就是港豬 他們就是英豬 這時候我想起一張發人心醒的圖 就是你千萬不要跟一隻豬說信念、說理想 他們聽不明白也不想聽 他們唯一關心的就是治療 要跟他們說治療 那Cummings是怎樣找到這些治療的議題呢? 他準確判斷的是 既然他們對政治一枝半崖 並且多數為人都不太理性 他需要做的就是勾起他們對流歐派的癢 勾起他們對目前生活質素惡劣的憤怒和恐懼 因為憤怒會令不理性的人將不滿化為行動 這就是最有效的令一群從未投過票的人 願意踏出他們的第一步 而這件事不是單靠一個口號就可以做到 他必須要借助脫歐帶出一個訊息 而這個訊息是可以傳遞出情感的 所以當去無存清之後 他決定只會重點強調流歐派的兩大幣端 第一,英國每星期 每星期要給歐盟3.5億英鎊 第二,也會有大量的土耳其移民移居英國 尤其當他發現原來英國群眾對於土耳其 這個非我族類的國家 而能夠獲得加入歐盟的權利 再兼且歐盟區成員國的國民 將會有極強的流動性 換言之市民很便相信 將來英國的街頭上 很可能會有大量的土耳其人走出走入 好了,這件事是否真有其事呢? 首先,每週3.5億英鎊 就算不是用在歐盟的會費上 都不見得會用在市民關注的 例如醫療、房屋等議題之上 更何況,片中也明言 就是根本沒有每週會費的說法 其次就是大量土耳其移民 這只是一個潛在預計 甚至土耳其將會在何時 加入歐盟中的未知之數 還有群眾曾經誤以為 將會有7000萬土耳其人移民到英國 但其實7000萬已經是整個土耳其國家的總人口 這兩個指控 劉鞍派事後需要用大量的時間澄清這些論點 不過可惜,康明斯已經早着先機 他知道一堆漁民的頭腦只接受到一種想法 所以誰最先播種,哪個種子就會發芽 總括而言就是他從來沒有打算和這些漁民理性辯論 他直接針對他的喜好 用豬的邏輯、豬的語言、豬的視覺 成功勾起他們對留歐的抗拒甚至仇恨 這裡他洞察到這些理念 絕對不可以由傳統政客 用以往方式向區內選民慢慢傳遞 因為他也知道10個政客9個肺 他們過去40年是40年 因為1973年英國加入金盟之後 兩年之後1975年已經有第一次公投決定留歐還是脫歐 所以這個議題足足講了40年這麼久 這40年之間假如都不能令到這個脫歐議題 搬回到檯面讓大家都可以討論一下 就知道這班議員究竟有多失敗 假如你用同一個方法去做同一件事 就千萬不要預期你會有不同的結果 所以他需要突破傳統政治生態帶來的束縛 就是今次不再通過主力的逐家逐戶去拍門宣傳 不再貼海報、不再用郵寄那些垃圾 不再找一些政客站街開咪呼籲 No! 群眾早就已經對這些空泛的宣揚理念 視之為Noise 是噪音的一種 所以下一步就是鋪天蓋地 無孔不入地針對性的宣傳 在這裏就能體現到大數據的可怕之處 因為Cummins 的對手是主張留歐的英國政府 他有齊全英國每一位選民的資料 而他就要由零開始創造他自己獨有的資料庫 其實地球上每日有數以億計的人 用社交媒體揭露自己的一舉一動 一言一行 日積月累之下就會成為一個規律模式 一個可以被分析、預測的東西 通過行為分析 甚至可以讓你自己更加做一步 知道你從何時開始不再愛你的另一半 是,的確是幾毛骨悚然的一件事 他用科技公司去分析群眾的Facebook、Twitter這些數據 統計他們的留言、喜好、關注的東西 再對證下約 用地毯式無差別的廣告投遞 這件事早已失效 既然人們願意自願地更新自己的看法 為何不是盡其用呢? 例如說,對於種族歧視的人 就不斷賣土耳其移民的廣告 對於喜歡賭博的人 就不斷賣叫人鼓公投結果的廣告 對於動物權益人士就不斷宣揚 究竟歐盟成員國每年殺害販賣的動物等等 他和他的團隊在Facebook和Twitter之上 一共買了10億個對證下約的廣告 他們無時無刻都出現在這個社交媒體使用者的視線中 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潛移默化作用 這個時間不需要很久 因為曾經有人指出一個人要養成一個習慣 只需要連續三星期重複去做這件事就OK了 所以這一招 將成千上百萬計群眾的思維模式 在不知不覺之間傾向了脫歐派那邊 而更加高明的是 留歐派的人根本不知道脫歐派的人在看什麼廣告 應該是說不會有人跟隔壁的人說我自己在看什麼廣告 所以根本沒有人意識到這個廣告的重要性 亦都令到留歐派是去到很後期很後期 才察覺到原來社會大環境已經變化著 主導留歐的團隊完全是被殺過措手不及 更加可怕的是 在於用社交媒體來影響到的群眾 其實他的數量遠遠比登記選民更多 亦激發到難以想像那麼多的手頭族出現 憑空變出三百萬將連英國政府都預計不到的選票 這個資料庫比政府更加全面更加深入更加出奇不意 當留歐派還用打電話拉票這些廢時失事的古舊方法 脫歐派已經靜靜地影響成千上百萬人的思維 一個極權國家裏面屢見不鮮的愚民政策 其實如出一切 善情而非理性 此事而非而不是有根有據 當中最重要的都是謹記著對著豬講治療就可以了 一群一無所有的人 假如大環境不改變的話 他們是連流動的機會都沒有了 仇恨和渴望改變就是位置他們的最佳治療 這套戲是真人真事改變 正如我上一套劇評講HBO的最新神作《Chernobyl》的時候 都有講到歷史其實只會重演 人類只會重複犯錯 你看一下不用太遠 台灣的高雄 你就明白 對於豬來說是多麼吸引的資料 又正如電影的戲名脫歐無理之戰 就是不用跟你講道理 至於你說有沒有 我相信大家是有沒有共渡的 同樣利用社交媒體打贏選戰 而有一個更加意想不到 就是美國大選 片中結尾都有提及到 脫歐派所僱用的大數據分析公司 幕後其中一位金主 後來都成為了Donald Trump競選活動最大捐助者 而脫歐公投至今的四年 為什麼有這個前所未有的亂局 實在不是一時三分能夠解釋得完 極簡單的總結就是 其實脫歐派的主要人物 都是一些沒什麼實權的人 他們說脫歐後的種種好處就好像在開空投支票 因為他們根本無法解釋 再加上他們在公投之後 要麼被解釋 要麼被迫走 留下一批就是支持留歐的官員 去處理脫歐的問題 你可以想像一下 脫歐就是reset一個壞了的系統 而處理脫歐事宜的官員 就是reboot這個壞了的系統 甚至在這個信息萬變的時代 你有沒有足夠的思維能力 令到你並沒有被大數據洗腦呢? 這條片到這裏 我們下條片再見 You can't control